哈囉 大家好 我是保養學 保養學這一顆 壞掉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LED燈條拆起來 這Fail利用拆起來怎麼用呢 這就是很像在拆那個臉皮一樣 這個部分 這就是這樣有沒有 把它插下去 這邊 把它插在臉皮 把它插在臉皮一樣 慢慢的 插起來 再插起來 再插起來 但是我記得這個亮度沒有改變的 DIY的精神 我們就慢慢的去把它玩一下好了 取一下它的 緊箍作 很難聽 啊 我告訴你 不舒服 我這裡是黏的 好 然後這一邊 你就是 這樣子 直播的當中 用畫紙 太壞了 這樣用起來 就這樣拆起來 好 之後 好 然後這個要 到底怎麼 因為這個軸層 這到底是要怎麼插 我今天還不知道 好像這樣刺一刺 刺一刺 刺不刺 它怎麼一體成型還黏呢 有一種東西叫做 直接破壞 好 刺不起來 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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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從今天 把它撕開 探到AD的燈條 啊這個很容易斷 這個要注意 啊這個 它有正負極 這個 這邊是負 啊它的正 看有什麼 反正這個較長是正就對了 線頭撥開 瞬間撥開之後 這邊是負 這邊是負 所以這樣 鎖上 來 會不會亮 好勝 噢這顆就成功了 這個短條就成功了 這一條成功 這成功 這樣可以 哇這個漂亮 鎖上 來 瞬間 關燈 再 關燈 噢水 哇那你就成功了 這也算白同學廢物利用 這樣可以 可以 可以了 這就是白同學今天 LED 風扇 改良之後 怎麼改良啦 廢物利用的影片 分享給大家 謝謝收看